近日, 网上社交媒体 出现多个贴文或短片 至于全港多区 都出现多名自称是龙瓦的人士 在街头和连锁一块餐店 向市民兜售锁匙扣等吊息 这群人的出现 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和讨论 其实那时我在吃东西 有一个男人挺高大 又挺大 他走过来坐在那里 然后他看着我, 拿着吊息 他没有用任何语言 他用手语, 告诉我要不要买 那一刻我开始有疑惑 或者怀疑究竟他是否真的 或是龙瓦人士 有观众向我们提供短片 一个自称龙瓦的女人 在荃湾一个巴士站 向排队的市民下手 这个年轻人帮他买了一个锁匙扣 你给多少钱 一个, 买一个 买一个吗? 即是不用去找钱吗? 你只不给齐头给一百 不用去找吗? 你这么有诚心的 拍片的观众决定向前求证 对方竟然拔足狂奔 你为什么要离开 你知不知道当家恨恨是不对的吗? 你带我来, 为什么要卖东西 那个女人最后冲出 斜来斜往的马路逃走 真是险障还生 究竟他们是装聋扮啞 还是真是身体有残障的弱势人士 到底他们是什么人呢? 这一日午饭时间 和罗湾夜间连锁快餐店坐满客人 我们摄制队去到现场观察 说时迟那时快 目标果然出现 一个穿着橙色褲 背着背囊的男人单独行动 他向每一张桌子的食客 埋手 全程都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做下简单的手语 向食客展示一张卡 和一串锁匙扣钓式 学生歌也是他的主要目标 没多久 他终于向我们摄制队来连锁了 这张卡写着他是龙牙人士 有些工艺品出售 一个要30元 两个就50元 但卡上没有注明 他是代表任何龙牙人士的团体 我们远距了之后 他就继续向其他食客埋手 不过看来他不太顺利 所有食客的反应 都是耍手油灵头 见他买了杯冰淇 在街头一边吃一边打视障电话 期间他也是用手语和对方沟通的 他之后去了另一间连锁餐厅吃饭 然后就转过静点的位置睡个硬觉 吃饱睡够之后 他去了其他连锁餐厅 继续兜售锁匙扣 期间他肯一个带着两个小朋友的家长 买手 终于成功造成一宗生意 我们继续追踪 见他乘搭巴士过了九龙区 去到占东一间连锁快餐店 会合四个朋友 一坐下他们就在这里计数 其中一个男人 还拿了一笔银纸出来数钱 他们之间全程都是用手语沟通 最后一个男人分了一笔钱 给一个铲色库的男人 之后他们一行五人 拖着四个行李离开 他们乘搭东铁线 去到福田口岸过关回内地 最后就分道扬镳各自贵价 其实挺di-sturbing 因为始终我是在吃东西 然后他给了一种感觉 我是很不舒服 始终行客在香港就是犯法 因为我看到没有职员肯帮我 我就索性报警 警察大概三十分钟后就来了 但其实那一刻我已经走了 他就说人已经找不到 所以就没了这件事 另一天 我们去到深水埗区 一间连锁快餐店试试 又见到另一个龙芽人士 向食客兜售款式类同的锁匙购 这些是什么 大师 你听到什么吗 多迟 这些是多迟 他颗子挂着卡 是个小朋友的脚受伤的照片 和一些生活照片 她的卡寫著鑰匙扣是各省龍瓦人士 親手製造的精緻食品 賣50元一個,80元兩個 比上次的哥哥賣得更貴 不過女人主動減價 說兩個賣50元,挺海鮮的 最後我們講價成功 用20元替她賣了一個 我們在內地購物平台發現 同款鑰匙扣不用2元人民幣就賣到了 我想問是否經常有這些龍瓦人士 不准的,不過… 我們同情之下,她在這裡找走 經理太多,我的耳朵也不知道如何賣 我們從後吊著她尾巴,被她發現 她很熟悉地躲進附近一個電腦商場 她知道沒辦法脫開我們 就一念驚慌失措的表情 你是耳朵嗎?你是耳朵嗎? 你是耳朵嗎?有事嗎? 你是否在內地,還是香港人? 要寫嗎?寫給我,是否帶她去 期間她想阻止我們同事拍攝 之後她向我們展示 她內地訪港旅客的商情簽證 後來她終於願意站定跟我們聊天 我們用手機跟她以文字溝通 你有沒有拍檔?一個,你只有一個 自己在那裡 因為小朋友要花費,所以你自己來賣公仔 你賣公仔一天賺到多少錢? 500元以下 你來香港多少次? 我第一次來 急著賺錢幫小朋友醫病 你一共要多少錢去醫病?五萬多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賣公仔是否犯法? 你不清楚? 她提到被火燒傷的兒子 擔心到淚灑當場 另一位觀眾也向我們投訴 她兒子也成為這些龍太人士的目標 我兒子突然跟我說 我覺得我好像被人騙了 在路上遇到那個男人 就給了一張卡給他看 大致就說自己是那些商界人士龍太人的 就想去買一些鎖匙扣 價錢是30元或者50元 他就拿了50元買了 那幾天就在第一城港鐵站 就遇到有兩個男人 不停地靠近一些學生 我過去看 那男人起初就拿了一張卡 說是龍太人士龍太人士 但我想拿個手機拍照 他就立即收起來了 那他們的鎖匙扣是放在背包裏面的 那你們在做甚麼買這些東西 那我就索性打九九九 隔了我想一分多小時後 他就自己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在銅鑼灣那間連鎖快餐店 又遇到另一個 自稱是龍太人士的男人買鎖匙扣 我去一名龍太人士 看自己親手 長遍恩寵 如你在線上保持一個笑容 所向鼻飛 射激你的外傷 當我們嘗試跟他溝通時 快餐店的職員上前阻止 並邀請這個男人離開 哥哥 我們不可以在這裡賣東西 你可以來餐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生 我們在街頭跟他繼續談 他除了說自己是26歲之外 就不太願意多說自己的背景 他說不要問他… 之後又說沒有出事證 又說放在酒店 又說沒有帶 是 根據入境條例規定 任何以訪客身分入境香港 都有逗留條件規限 其中包括不得開辦 或者參與任何業務 遇有違反、積屬犯罪 最高可判罰款港幣五萬元 及監禁兩年 如果有些綠藥人士 拿著一串鎖匙 拿著牌子 那你會怎樣應付 想你買東西 我不會買東西 你會買哪些藥人 我覺得他是藥人 你為何會覺得他是藥人 不知道 經常說很多都是藥人的 通常都不會 因為這些通常都知道 其實都是利用你的善心 去拿罪數 但也不想助長這件事